第一個的話就是先把七個工作表 七個欄位的那個公式呢先把它完成 那完成之後的話第二步其實就是你先做一個 一個工作表 的公式輸出 所以我們先做什麼假設針對住專 那我 接下來想要把 這七個欄位變成VBA輸出的話 那該怎麼做OK 那首先的話一樣我們這時候需要用VBA那VBA的寫法第一個一樣先把那個 開發人員先叫出來OK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就是在這個地方呢我們就是 先寫寫這個我們要的程式碼 我們寫的程式碼基本上 在雲端上也有當然我們可以第一個先寫清除 第二個寫考評OK OK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先寫考評好了 那考評部分的話呢首先第一個啦我們就是跟前面講過的一樣 如果你要寫VBA的話 你就想說這邊有個按鈕叫考評一個按鈕叫清除 所以呢我們在VBA裡面呢 先做第一個動作就是先 按右鍵 插入模組 那在模組裡面寫兩個sub一個叫考評一個叫清除 所以特別注意喔以後要寫VBA 反正呢第一個動作一定是要插入模組 OK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我們就輸入那個所謂的sub 空一格 考評 然後你直接按enter就可以 它會自動幫我產生end sub 那你就不用自己打了它其實還蠻自動的 那接下來的話呢我們就 來看一下呢輸出的欄是哪幾欄 那我們就是在這邊寫我們要的程式 所以呢我們待會要寫的程式基本上先寫回圈 回圈是列的部分 4i 等於第幾列呢第3列 到第幾列呢 2 後面的話你可以用Ctrl向下去追蹤一下 40列 OK 所以呢我們就是 在這邊輸入40Enter兩下 Diagonist 然後接下來的話再來 裡面呢就是輸出到哪一欄 哪一欄的話呢這個地方是 B D E KL M OK所以呢我們就是在這個地方打上Sales 第幾列呢第i列 哪一欄呢先B欄好了 然後要做什麼呢 待會要輸入公式那輸入公式記得要先兩個雙 再把公式放中間 那你做完一個之後啦我是建議你可以把這個複製一下 因為總共會有7個欄位你先貼 再貼6個 1 2 3 4 4 5 6 OK然後呢分別改成B D OK他哪一欄你就 上面其實都有啦照著打就OK了只要不要打錯 理論上應該沒有問題喔然後再來的話就K K L M M OK 好那這樣來的話就是把這邊的公式放到這雙號裡面 不過因為這個實際上寫好的部分其實就清除啦所以你可以先把這個這一段複製貼到底下 然後改一個名稱叫清除 那其實清除就是裡面喔就丟那個空字串喔倒出生格 那也是清除的一個做法OK那我們用這個方法喔 那再來的話就把公式 放到雙號裡面那這個方法我們前面講過就是1 把這個 把它複製 取消 然後2的話呢貼過來 但是貼過來的話有個地方要注意喔就是 但是 將來呢輸出的時候呢 你底下如果跟著變動喔那裡面的這個A3的3 一定要跟著變動 那我怎麼知道A3的3變動喔其實有個簡單的方法就是你游標 把 游標從 B3移動到 B4 那你會發現喔 這個中間就有這個變動 那這個變動你會發現剛好跟I的值喔是一致的 第一次是3嘛 第2次是4一直到40 所以喔你就把這個地方改成什麼 雙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and移到中間加一個I就可以了 然後呢把and前後加 空白 這樣就OK了 意思就是把那個什麼 把I串在列號的地方OK 好 那第1個完成那第2個一樣的方法把這個複製一下 然後取消然後把它再貼這個是第2個 然後 一樣的方法啦所以這個3喔你可以其實雙一號到雙一號這個把它複製 然後貼到這個3的地方 這樣就OK了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深等所以深等的部分呢一樣把它複製一下 取消 然後切過來之後都要貼 那一樣這個A3喔也是用這邊來貼比較快 那記得喔不能做錯一個錯小錯誤都不行發生喔一定要很精確喔 那這個的話就是把這邊 Ctrl C 然後一樣貼到這邊來 那因為這邊變動的應該比較多啦你會發現這個變的話總共會有1 2 3 3個儲存格所以呢 我們一樣用貼的好了所以這個雙一號到雙一號 Ctrl C 然後貼到哪裡呢記得喔 分別貼到那個F3 3 貼上 G3的3 H3的3 這個後面的3不要貼喔 不要貼的錯了喔 那這個的話是 Ctrl C 那這邊切過來喔 所以3的部分有變動 所以一樣喔把這個公式呢 把它貼到我們的雙一號裡面 那這邊一樣喔 把這個 雙一號到雙一號的地方貼上 好然後剩兩個這個 這個一樣 Ctrl C 取消 然後這個的話 Ctrl C 切上 OK 然後再來這個把它拿來 那這邊這個不要動喔因為這個固定的這個範圍固定那這個要動OK好 那我們完成之後的話來看一下喔 理論上呢這些先清除 所以這些都清掉了那再輸出 沒問題這個OK 這也OK 這個也OK 所以這樣的話呢我們就完成了 第一個階段喔你會發現這個做完之後當然一樣喔插入按鈕 兩個按鈕我們第一個按鈕是 就是烤坪 把名稱 這個習慣把這個按鈕複製 再貼一次 然後把它移下來一點點 這個改按右鍵 指定聚集改成清除 好那這樣的話呢我們基本上喔 差不多完工了清除 烤坪 清除 烤坪 好那第一階段就成功了喔我們來 基本上呢就是做兩個按鈕 主要是針對住專的部分 但是喔 那其他工作表怎麼辦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後面的工作表一個一個做完之後再回到第一個的話 那程式該如何修改 OK喔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喔第一階段的話 基本上就是 先寫清楚好了 然後再把它改成烤坪 那裡面的話基本上就是貼公式 改裡面的列號 OK如果不知道哪一個列號的話 你可以 點選他的第3列 跳到第4列你大概就知道哪一個是要修改的 OK試試看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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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